字幕字幕 李宗盛 哇!这么快妆就化完啦! 是时候可以出门啦! 哎呀! 这头发这么无躁! 又乱又分叉,像草一样! 怎么办? 不要紧!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极速设计 首先第一步骤就是 帮头发塗护发油 折取适量的护发油 用手搓热它 然后再塗在发尾上 由于我个人比较懒 所以我会用我的手指代替梳 去尽量将我的头发疏顺 梳顺之后 就可以将头发分成左右两部分 这样方便我们去卷发 接着就拿起你常用的电发棒 从发尾开始 慢慢往上卷 尽量营造一个内卷的效果 大概停留10秒之后 就可以卷我们的另一边 都是以同样的方法 做一个内卷 其实卷完两边的发尾之后 基本上都会营造了一个 比较斯文的看法 但因为我想它再 乱一点 和细节再多一点 所以我会继续卷外层 以眼珠对上的线 作为分界 我们就拿起一側头发 梳顺之后 以中部开始往上卷 尽量卷到发根的位置 停留大概10秒左右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卷完一次之后 已经可以很明显看到 有一个很自然的弯度出来了 不过通常我都会喜欢再卷多一次 因为我想我的流海再软一点 可以保持久一点 卷好一边之后 就可以再卷另外一边的流海 都是以同样的方式 向外卷 我们通常要记住 如果发尾就向内卷 但如果是面头那一层头发 就尽量向外卷 卷好音后 就可以开始卷两则的头发 随便拿起一则 以同样的方式向外卷 由于头发很少的关系 基本上我两边割卷3至4则 就已经整个头都弯了 反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 你看到哪一则不弯 即是有点直的话 都可以拿起身去向后卷 左右两边都卷得差不多之后 就可以卷后尾枕头发 卷法有点不同 拿起一则头发 薄薄的 千万不要弄得太厚 尽量向内卷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卷到发根的位置 这样才可以营造一个蓬松一点的效果 卷好第一则之后 就可以拨到前面 然后卷到第二则 都是以同样的方式 记住一定要卷到发根 快点头发就卷好了 我们就尽量把头发拆松它 拆松的过程 记得一定要由内到外 由发根到发尾 这样养松头发 才可以自然一点的 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太暖 你可以尝试把头发拨到一边 这样看上去就会整齐一点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次的教学 就记得给个赞我 好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